大家好,我是喵小千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神刺客家條情人 上一次湖邊的村莊已經 該做的都做完了 今天終於戰士進城了 這附近有一個稀草子 我現在還在叫神像 他還有三頭口耶 褻獨神像中,請稍候 在...有了 應該是跳這個吧 在人家近身的水池裡面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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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人不冷 冷氣的神殿 這個死帶人 就是這樣啊 冷後凝聖 湖的南部有一座島嶼有遺跡 欸... 湖的南部我怎麼知道哪一邊是湖的南部 哇... 哇這裡看起來有一個... 有一個塔 還有... 還有一個遺跡啊 飛過去看一下有什麼 順便我就下去神殿裡面 有人找我 這樣我已經自己去看了 看不出了所以人 這裡有... 喔...有一個想... 小營利 這裡真的什麼都沒有 看起來很可疑啊 啊... 算了我到了 大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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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priest It is good to see Egyptians come back Since my drummer was jailed, it has been quiet The silence is striking Etaner jailed my drummer Accused him of stealing a precious Nubian lion skin from the Daivats Poor soul even worked for him Tragic, he is an honest man Leave this in my hands, priest Tragic, my drummer is in the Capacus Arsene Mere is the library Mere is the library Serra is a small And you, priest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剛來到這個城市啊 就先依照慣例來講講這個城市 有些什麼東西嗎 這裡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市 是現在非常重要的一個海港 第一的是很首都的開羅 不過呢 在伊斯蘭統治埃及之前 這裡才是托羅密王國的首都 以亞歷山大大地的名字命名 是古希臘文化最大的都市 富有長度只疏遠羅馬 這裡從古至今的發展 大概可以分成四個時期 第一托羅密時代到魔王人來為止 西元前334年 哪歷山大大地建造了這座城市 據說當時在做城市規劃的時候 剛好沒有粉筆 他就用了鼓勵來排出城市的樣子 他的專心師認為 這是城市 壞光古屋一樣 繁華的宇宙 後來這些古力被鳥吃掉了 對錯是象徵後來這裡出口 埃及生產的糧食 成為古希臘羅馬的最重要糧食供應員 當初他建造這座港的時候 是希望給希臘人一個 跟尼羅和聯繫的集體 所以很理所當然的 我們在這裡看到 不少希臘人 從他們的穿著就可以發現 跟埃及人是不太一樣的 剛好開始動工沒有多久 亞歷山大再次騎乘 繼續他的東征之旅 就再也沒有回來埃及過了 直到他死後 可能有托勒密一世 將遺體帶回這裡 建造了亞歷山大墓埋葬他 不過關於這個遺體 我們曾經在神域店 與亞歷山大那集提過 至今仍然是沒有證據 亞歷山大的遺體到底去哪了 後續的建造工作 大部分是由托勒密完成的 並且讓這座港口城市 發展成為歐洲、阿拉伯、印度的貿易中心 練習著希臘文化 這裡擁有自己的元老院 還有整個希臘最好的大學 同時這裡還有不少猶太人居住 當時的數學家歐吉里德 也是這裡的居民 經常活躍在亞歷山大圖書館 可惜到了托勒密四世 不同民族間的衝突 開始越來越明顯了 關於這次作為起源背景的 希臘化時代晚期的一些狀況 或許我們會在接下來幾集 有找機會來說說 再來第二個時期是羅馬時期 新元前80年 當時法老師 托勒密十世 將亞歷山大港交給了羅馬管理 或說他被趕走了 後來到了前47年 羅馬皇帝凱撒和埃及彥后 曾經在這裡見面 聽說我們能夠在起源中遇到埃及彥后 不曉得是不是快遇到了 後來亞歷山大港成為基督教的中心 設立亞歷山大宗主教這個職位 是往後兩百年 基督教中最有影響力的人 而這個異國的城市 跟埃及當地的關係越來越疏遠 來到四世紀晚期 基督教基地的迫害其他信仰 整個羅馬境內發生了多起神廟 神像遭到破壞的事件 許多進行異教儀式的人遭到處死 最後在391年 由羅馬皇帝迪奧多西 他直接下令摧毀所有的神廟 包含亞歷山大圖書館 很可能也是在這時候 一起被摧毀的 五世紀神連猶太區跟大型建築 也沒有辦法倖免 整個亞歷山大的人口 奏將已經不見昔日的繁榮 第三個時期是阿拉伯時期 640年時 阿拉伯將軍阿姆魯伊本阿斯 圍城14個月拿下這個城市 他在回報他主人的信上描述 這裡有4000座宮殿 4000個日池 12000名遊商 12000名花架 4萬個納空的猶太人 還有400座劇院 我們現在在起源中況 會感覺這個數字還蠻誇大的 不過不可能每一棟建築包含數量 都依照實際的大小 因為這樣的話我們光是跑步 就都不用玩啦 不過我還蠻期待 如果有辦法做出 完全比較真實的開放世界 而且有辦法讓他不會因為移動過於無聊 哪會是什麼樣的遊戲 說不定完全潛行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水準 阿姆魯將軍在亞歷山大非常獲得喜愛 打下城市的6年後 新上任的哈里發 他叫做奧斯曼 就是當時伊斯蘭教最高的統治者 傳來一道命令 要將阿姆魯撤職 沒想到人民就因此而暴動 被任廷趁這個機會 佔領此地 奧斯曼才發現自己錯了 趕緊恢復阿姆魯的職位 阿姆魯再一次圍城 才終於把亞歷山大港搶回來 後來的幾百年這裡商業繁榮 成為地中海跟阿拉伯世界的貿易重地 但969年開羅建成 政治中心就轉到那邊去了 剛好也開始逐漸的沒落 1498年 好翁獎航道的發現 奪去了亞歷山大港 生存的最後希望 茉魯也不再經過此處 亞歷山大港也就淡出歷史的舞台 被發現了 凱恩斯曼 我們暫時就先說到這 不要回來其他人 唉唷 好好好 其他人來了 其他人來了 頭無高 跳樓逃命 還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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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下來好了 阿有人要點那個 阿哈 陷阱照不下 我剛剛有射陷阱 看能不能射誰 不要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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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秒欸 回收 剩下老大了 應該是剩下老大了 居然我從樓上進去 有箭矢 有箭矢 馬上拿到 等一下我要救他 先救他好了 居然我 居然我 別那麼大聲啊 我之後 我之後再來救你 等我一下 我必須要先把這個 老大 解決掉才安全 有文件 我們正在尋找一名 傷害尊貴的 安克太歐的 危險武裝女嫌犯 帶一些人前往 埃及地區 哇 欸 啊好強 呃 正面對再應該無聊 偷襲 接收成光 有什么东西 金色的双灯 其他人都来了 被人刚杀完了 但是我复活了 每天会复活 赛罗在干扰他吗 我觉得赛罗没有下来啊 诶 他们知道我在这 no way 我才是那个需要救命的 需要被救的 好 准备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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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一个人中的手 来啊 咦 他有盾 破盾 看 看 看 没死还没死 来 我只会在这个角落跟你打 你看 走开车 哇 还好 不像他们的老大那么强 等等 我还要 去收获完保障 每次都要先找他一下罗 再 再抛弃他 顺便把这个 堡垒给完成了 走吧 不太懂啊 他还希望我 他还希望我干嘛 鱼狗臭交谈 找到 你觉得我能做 找到惊子 当然 找到这些金子 找到我的名字 找到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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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他们 那些人 用来 讀兴讨计 我會找到他們 這是個天台土匪啊 這樣被捉了 怎麼辦呢? 就算只有兩個人 我要硬打也蠻困難的 人受死一隻 另外一隻 被他平民打到可惡 真的沒有其他人啊 撒土匪 撞上他 他還是如此堅持 沒辦法跳欸 又跑了 把我們給他過來 過來找他競爭 反正剩一個了 輕鬆 這真的沒有人了 不驚訝我很害怕 有沒有如果成語成那黃色的還怎樣 太扯了吧 一來到附近他就自然了 或許再就是所謂的二有二爆 什麼都不算 確認幾傷 好啊 藍色的 應該是被染色吧 壞 回去找祭司 起碼好像不太方便 只有爬了 你還會有你嗎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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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著槍偷 这是我们最好的男人,我们会解决 我这里是错的,我的肌被拆掉 如果你想要回来,你会赔给他他的责任 阿姨会承认在瑟菲斯 这是你的答案吗? 负责? 好 我认为瑟菲斯和我们有一个长路前面 祝你旅行,兄弟 好,那我们这集也差不多到这边 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留言,分享出去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和直播哦 还有FB的粉丝团和LINE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拜拜!